他念国人的爱国瞬间 当记者采访92岁温温游客时 老奶奶的一句话让人热泪盈眶 我要在电视上面播吗 可以吗奶奶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现在要尽快了 告诉你 我是整中的中国人 说幻境 这种希望 不要受外国人 老一辈人都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 半导体之父张汝京也曾表达他的爱国之线 你做中国人为荣 我们就是中国人 如果还不够好的话 我们努力让中国变得更好 领求台积电的那个董事长 就让我离开这个项目 我自己到大陆 我在台积电里面很多的股票 罚我 你要去大陆 这个股票不能拿 那我就不要这个股票 总有一些人的付出 让这个时代越来越好 外籍男子在中国地铁上公然XX 小姐姐霸气回队 中国人是从XXX China 你怎么看 你能离开中国 你怎么走 你别说我这样 你怎么说 刚才刚才 这是一个极端的问题 谁是在这车 这意味着 车车车 不是很好的 别说我离开中国 好吗 为什么 刚才刚才 你坐XXX 你坐XX China XX 你 XXX 杨米被问新一年最想发生的事是什么 她脱口而出 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没别的我就是热爱我的国家 我就是在看到她的表演的时候 我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她始终是那个天安门下长大的女孩呀 王嘉尔在韩武功时 曾多次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Oh I'm from China Are you sure? Yes 哇哈哈哈哈 Yes 中国 加油 中国 加油 加油 把我们的原本 把我们陷入 终成我们心里长城 你可以永远相信嘎嘎的爱国之心 终成我们的结果